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12星座吃醋时会有什么表现呢 1.白羊座 白羊座每天就是活力满满的样子 在平时的生活和恋爱中 都是给对方带来热情和快乐的那一方 在周围的人看来 白羊座似乎就是一个快乐发动机 在无时无刻制造着快乐元素 但是当白羊吃起醋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负之前的热情与开朗 而是变得冷漠了 这时候如果你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抱抱 他就会开心起来 2.水瓶座 水瓶座在感情中其实是很小气的那种人 在天才的水瓶座眼里 吃醋的行为并不能理解为吃醋 而是向对方表达不满的态度 如果他们真的吃醋了 嘴上一定还是说着 没事啊 无所谓的 但是只要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那心理估计已经打翻了一个小醋缸 爱面子的水瓶座就是这样一个傲娇的存在 3.狮子座 狮子座吃起醋来就比较直接了 他们可是一点情绪 一点脾气都藏不住的人 这个时候的他们会直接告诉对方 离那个人远点 不可以再接触了 大道的狮子 在产生吃醋的情绪之后 第一时间就会告诉对方 我吃醋了 我很不开心 4.双鱼座 双鱼座吃醋后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阴谋 他们沉浸在一个全世界都不再爱自己的感觉中 让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悲伤感 这时候如果没有哄他的话 可能你就会失去这个双鱼宝宝了 5.金牛座 金牛座吃醋的时候你几乎没办法发现 因为他们就是那种喜欢深闷气的人 他们会强迫自己相信恋人 理解恋人 但是又控制不住吃醋的情绪 在别人看来吃醋的金牛憨憨的样子反而更加可爱了 6.双子座 双子座喜欢刨根问底的性格在吃醋时也不会改变 他们在吃醋的时候也不会藏着野者 会直接质问对方 直到对方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7.处女座 阴阳怪奇大师在吃醋时更是会变本加厉 反讽 野鱼 挖苦用的出神入化 他们的想法就是 既然我已经吃醋了 那你也别想好 绝对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大高手 让人气不打一出来 这样的处女座只能慢慢的哄好她 指望她们一瞬间就停止吃醋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8.射手座 崇尚自由的射手座其实对于吃醋这个情绪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的 吃醋在他们看来更像是情侣之间的小情绪 射手座非常善于利用这样的情绪 来让对方讨好自己 不得不说 射手座能成为十二星座中的海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单单这份处理吃醋情绪的功力就让人非常佩服 9.天蝎座 天蝎座是一个非常容易记仇的星座 一眼还眼一牙还牙使他们的人生信条 一旦他们吃醋了 会想尽办法让对方也吃一次醋才行 即使恋人已经解释清楚了 他们也需要报复回来才甘心 10.巨蟹座 巨蟹座面对吃醋情绪时是喜欢把这种心情埋在心里的 即使心里非常难过 表面也会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他们对待感情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生怕对方觉得自己无理取闹 真的让人非常心疼 11.摩羯座 多疑的摩羯座对待感情是非常谨慎的 他们在吃醋时往往会伴随着怀疑对方的情绪趋势探 态度也变得忽冷忽热 但又不会直接说出来 他们更希望对方能自己醒悟 并做出让自己安心的举措 12.天蝎座 天蝎座其实在意的并不是吃醋这件事 而是对有人基于自己的人感到愤怒 自信的天蝎座不会觉得恋人会离开自己 只是想到居然有人要跟自己争 真是自不量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